现在对中华队来讲 进攻最好的现象就是 得分的9出来 进攻时间时间8秒 智杰晃一下 前有篮筐底下 应该是造成对方犯规 15比9 智杰 代步之后往后跳 拉高弧度有了 林智杰 越来越远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过 中华队在第一点的落后分数 其实不算多 有机会吧 当然这是中华队 在攻击上面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团队的速度 要比叙利亚来的优不少 保守目前只落入4分 距离亚想要强过 拉底下没这么容易 林智杰跳得真是高 再救回来 分到底线 智杰在底线三分球 有了 Bingo 林智杰第一个三分 对 林智杰很快 进来之后给到中间 Follow进来 三分球之后 智杰再拿两分了 只落一分 这波进攻有机会 领先 拉开出手 又是野兽 没错 林智杰在这一截 已经共下7分的分数了 而且不管是跟进切入 直接切入 或这个 底线的出手 也没有 篮板球很重要 好 跳得高 外线晃了一下 切中路 再分球 交出来 Wide Open的机会 进了 Bingo 三分球 三分外线 小瑞普没进 篮板球 中华队还一波 进攻机会 进攻时间剩下4秒 3秒 晃一下之后 杨泽一在外线出手 往外 杨泽 打下15分了 三分外线 叙利亚也急了 叙利亚第一场人下去了以后 这个把球放到底线来做一些 因人要打法 这人性就变大了不少 底线三分外线出手 没有进篮板球 林智杰跳了高 三分的在底线出手 没进篮板球 被 进攻时间剩下8秒 智杰切入到篮球 底下做个假动作 要到犯规 这个假动作的第一阵 漂亮 对决定 林智杰占了优势 你看这假动作的很明显的 已经是缓开对方 你看到他们出手 中华队设定为最大的对手 其实我们彼此都是一样 因为这一组大家认为 比较强的是韩 进攻时间剩下6秒 切入了什么 裁判稍应再小 又要抓犯规了 反而是中华队打得越来越有耐心 时间快要结束了 在第三阵的表现 也是中华队能够拉开的关键 虚利亚在整场来说 防守一直维持一个 二三或三二区域防守的动作 他并没有做出 可能会有人盯人 比较给中华队 比较大有压力的这种防守 80比62 三分外线 智杰三分球 头顺了 好 这个逃进之后 虚利亚还站住 再来看一下 这是刚刚学琳切入的时候 虽然是在人堆中运球 但是球没有掉 而且快速地给到了 林智杰坎智的三分球 哇 林智杰在下半场比赛呢 他拿了13分 上半场只攻下5 没错 当然刚刚智杰造成了这个 虚利亚的elk deep的犯规 elk deep不是这个球 应该如果不换他 应该不会再换了 他可能想把替补球员的磨练的时间 花在对香港队的时候 那然后呢 这场比赛 先发球员已经打到这个阶段了 算是打得非常的称值 虽然他完成比赛 有点像让投手玩头的这种味道 谢谢大家